据外交部网站28日消息 彭博社记者提问称 知情人士透露 印度向中印边境增派了至少5万军队 印度在中印边境总共集结了大概20万军队 较去年增加了40%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当前中印边境局势总体稳定 双方正通过谈判解决有关边境事态 在此背景下 有关军政要员的言行和军事部署 应当有利于局势的缓和降温 有利于增进双方的互信而不是相反 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27日 抵达列城地区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 这是自今年2月 中印军队开始从班公湖附近车军以来 印度国防部长首次访问该地区 印度官方消息人士称 辛格将在本次访问中 对印度军队在列城东部的战备情况 进行全面评估 印度在中印边境地带小动作不断 吴月末印军在中印边境地区 部署了本国制造的韩国K9自行火炮 针对于中方的行动 国小部发言人赵立坚23日表示 中方在中印边界西段的军事部署 是正常的防卫安排 旨在防范应对有关国家 对中国领土的蚕食和威胁 长期以来 印方持续在中印边境地区增加兵力部署 不断越线蚕食中国领土 这是中印边境局势紧张的根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